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幽娘駕駛 今天要帶大家到南橫公路睡一晚 晚上六點半 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這裡真的是越夜越美麗 還要和大家分享沿途的美食和景點 滿滿一桌芋頭大餐 聽說有滿滿的芋頭 六龜寶萊溫泉已經整建完成 這裡就是梅山口的管治站 每天開放的時間是早上七點到下午的兩點 兩點之後只出不進 各位觀眾出大景啦 亞口也是南橫公路的製高點 高高2722公尺 超美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幽娘駕駛 今天要帶大家到南橫公路 探訪美食還有景點 我們走高速公路一路往南 從台南玉井切入南橫公路 這一站我們來到了賈仙市區 來到南橫的第一站 我們到賈仙 這裡滿街都是玉冰店 然後有一家是非常有名的創始店 叫做賈仙小騎玉冰創始店 我們看這家店 它前面有專屬停車場 看起來規模不錯 我們去吃吃看 來到了賈仙一定要來吃在地美食 它的餐點也非常多元 有冰的有熱的 我們現在是吃飽來 但是還是點了一堆 它這個芋頭冰裡面是芋頭泥 然後再加上芋頭圓 再用地瓜圓去配色 還有紅豆 欸不錯吧 不用自己煮最好吃 聽說有滿滿的芋頭 滿滿一桌芋頭大餐 在賈仙市區 還有在地小農的農產品可以選購 還有在地小農的農產品可以選購 在賈仙市區 是種在水裡的啊 是種在水裡的啊 對 這個是山上 這是山上 那這個呢 那個 他的小孩 這個 這個的小孩 怎麼那麼多品種 105種 賈仙有非常多不同品種的芋頭 不愧是芋頭的故鄉 告別了賈仙的芋頭 現在我們要去探訪寶來的溫泉 寶來花賞溫泉公園 它的停車場是在上方 不過只開放給泡湯泡腳的朋友使用 工作人員說如果是來溫泉公園散步的話 停在路邊的白線就可以了 但是呢這裡路邊沒有白線耶 都是紅線 在我身後就是南橫公路著名的景點 寶來花賞溫泉公園 寶來地區原來是高雄非常著名的一個溫泉景點 但是在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之後受創嚴重 溫泉頭受到影響 所以整個溫泉區是停擺的 後來他們在寶來國中後方 重新挖著溫泉景 成功地探看到了溫泉 這裡的溫泉景水溫52度 PH值7.2 屬於弱鹼性 是優質的碳酸氫鹽泉 特色是無色透明 全質溫和 也有美肌之湯的別名 我們去看看 一般的遊客要爬上非常陡的階梯 堪稱好漢坡 哇 怎麼那麼陡 如果是來泡湯泡腳的遊客 他可以從上面開到停車場 終於到了 哇 下面停車場好大耶 要進來停車的話 前面工作人員說是要付費才能進來 有消費才可以停這裡的停車點 這裡有設置一個遠山望月露營區 他們有狩獵帳、星空帳 如果要自己搭帳也有銀位可以使用 一般的草地銀位是一帳兩千元 站板銀位一帳兩千五百元 都附贈一大一小的SPA湯匙入場券 喜歡的朋友可以來這裡走一走 離開寶來溫泉 我們繼續往梅山口遊客中心 寶來溫泉跟之前真的差蠻多的 早期好熱鬧 希望寶來越來越好 我們繼續往前面出發 繼續挖吧 南橫公路全長203.982公里 是南台灣通往東部的重要道路之一 2009年的88風災 南橫公路損壞嚴重 到處都看得到大崩壁 還有臨時的便道 重建了13年 終於在2022年5月1日開放通車 台20線南橫公路 從台南市穿越高雄市 連接到台東線的海端鄉 一般僅稱台20線的山區為南橫公路 目前南橫公路的管制路段 是從高雄的梅山口105K 到台東的向陽149K 大約45公里 現在我們抵達了梅山口遊客中心 現在我們帶大家來到梅山遊客中心 前面的停車場 這裡停車位非常有限 兩點之前一定要通過梅山的管制站 現在我們到梅山遊客中心去看一看吧 走 這裡有梅山露營區 旁邊有開放的廁所 還有原住民部落市集 這裡就是梅山口的管制站 每天開放的時間是早上7點到下午的2點 兩點之後只出不進 在我身後就是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梅山遊客中心 這裡的舊地名叫做馬蘇霍爾 在原住民宇 它就是充滿黃藤的地方 後來呢 它種了很多梅樹 所以叫做梅山 我們看到後面還有布農文化的展示中心 有機會的話可以來這裡走一走 瞭解自己的人文生態 在遊客中心的後方 有設置公共廁所 梅山管制點的位置 在南橫公路 車牌電視 這裡 台20線 105K處 所以又稱為105K便道 7點 我們進入管制點的時間是1點35分 對面對面5點要離開 梅山上種了大片的梅樹 這一站我們來到新里觀觀景台 看起來旁邊還有一個簡易的廁所 這裡早期布農族羽叫做馬順吉 就是種了很多二葉松的地方 現在這裡已經成為一個觀光的景點了 對面啦 現在我們的位置是中之關 休憩點 這裡有一個公測 前面的停車格 可以停10幾台車 停滿的話呢 在路邊白線 才可以停幾台 目前看起來除了公測之外這裡沒有觀景台 我們往下一站 這一站我們來到了25K天池觀景台 這裡是單邊路邊停車 非常不好停 停的長長一排車龍 現在我們來到了25K的天池 這裡的標高2280公尺 天氣滿冷的 我們去看一看 怎麼那麼有緣 各位觀眾 今天在南橫這裡 天池碰到我們花蓮的賓先生全家福 你們正在環島旅行 怎麼那麼有緣 他剛剛很遠就發現優娘駕駛了 剛剛在收看我們頻道 有學到啦 太好了 祝你們旅途平安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天池前方有設置回轉道 也有設置公共廁所 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就是南橫公路天池的長青池 這裡是為了紀念當時開發南橫公路非常艱鉅工程中 殉職的116位工程師以及工作人員 所以責定天池這個地點建立了紀念碑 南橫公路在1979年的時候 經歷了這個長青池 我們去看看 這裡還有一個休息的平台 上面都是天池 我們去看看 這裡的展望非常好 副駕駛山山來遲 天池 還可以爬不上來了 每一個階段都比他身高還高兩倍啊 在長青池的後面 這裡有一條山徑可以通到天池 這裡太陡了吧 上面還有五分鐘 就我所知 台灣有好幾座天池 除了南橫的天池之外 還有大雪山 福壽山都有天池 各位還知道哪裡有天池呢 請記得留言和我們分享喔 還有一個陡降坡 真的是翻山月頂 才能看得到的天池 終於到了 這個天池感覺就是一個 最高點的大水池 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這面積也不大 各位如果腳程不好的話 建議看優良駕駛頻道就好了 不要特別爬上來 太累了 就是一個水池 天池是斷層崩攤 土石堆積所形成的艷色湖 這裡的水主要來自於下雨的雨水 積雪融化的雪水 回來了 這邊還有一個景觀點 我們去看看 探訪完長青池 讓我們更了解在地的人文故事 也特別感謝為這條道路 奉獻犧牲的工程人員 實際走訪南橫公路 眉山向陽段 才發現崩塌的非常嚴重 修復的工程非常艱巨 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現在我們即將抵達的是南橫公路的大關山隧道 這也是南橫公路穿越中央山脈的路段 橫跨了高雄台東兩個縣市 這裡就是大關山隧道前的管制點 這裡目前是單線雙向通行 大關山隧道是全台海拔最高的隧道 因為跨越了大關山而得名 它也是高雄市台東縣的交界點 全長615公尺 海拔高度2722公尺 它也是南橫公路的最高點 出口的亞口 運氣好還能見到風起雲湧的雲海 氣勢磅礡 非常值得一游 傍晚過來 剛好可以看自己的雲海 喔~~整片耶 好冷喔 這幾乎是最高點了 我們來看一下亞口 這裡的雲海景觀 我覺得這裡不僅僅是亞口 還更是風口 風冷、彈風刺骨的感覺 在我身後就是南橫公路自高點 大關山隧道 單線雙向通車最能於塞車的一段 這裡的通行時間是早上7點到下午的5點 從大關山隧道一出來 就是非常美麗的亞口 雲海景觀 一天有兩個時段可以看到我們的雲海 一個是早上 一個是傍晚的時分 現在就是傍晚最美麗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 亞口也是南橫公路的最高點 高高2722公尺 我們帶著我們的瓜瓜來到大關山隧道 喔~~ 呆了啦 過了大關山隧道 亞口往向陽方向 路邊 單邊都畫設了停車格 這裡是非常熱門的景點 南橫公路風景好 鑽廓雲海忘煩惱 前人開路披荊棘 後代路人莫忘了 這裡就是向陽板之戰 五點前記得離開 開二十線 105變道的44K 好多車友在這邊側駁 準備明天一早 通過這一個管制點 聽這邊的朋友說 五點管制的時候 是不能把車停在路中間排隊的 會被開罰單 所以一般朋友都是停在路邊 晚上八點之後 就可以開到路中間來排隊了 而且在這個停車點呢 它旁邊還有公廁 算是非常友善 前面這幾個最便宜了 後面都有一點斜了 經過長途的跋涉 在這裡養精蓄銳 安全上路 也是很合理的 我們決定今天晚上在這裡過夜 這裡的地勢有點傾斜 稍微頂高就可以了 它這水側方便 晚上還有燈光 來這裡的朋友 一定要發揮公德心 垃圾自己帶下山 傍晚十分 雲煙鳥鳥 非常的浪漫 各位觀眾 到了定點之後 今天晚上 優良駕駛 教各位用微波爐蒸蛤蜊 我們帶了蛤蜊 一斤 蔥 蒜 辣椒 但是為了怕 微波爐蒸蛤蜊 失敗一大盤 我們先用這個 測試版的 這個叫盒棒 不要問我在哪裡抓的 這麼大顆 我們先試試看 用微波爐來煮盒棒 一樣加點調味料 吃吃看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再煮大盤的 超大顆 看到沒有 很新鮮的 這已經養了兩天 它已經吐沙吐完了 我們 盒棒放進去 然後調味料放好之後 滴幾滴米酒就可以了 然後 用微波四分鐘 試試看 活力百分之百 我們微波十分鐘 兩分鐘了 暫停一下 我突然想到 忘記放九層塔了 這個是副駕駛中的九層塔 用微波爐加熱的好處 就是只要洗一個碗就夠了 我怎麼覺得裡面在沸騰啊 看一下看一下 哇 被炸開了 太久了 哇 一個人太久了 看到沒有 全部開了耶 吃吃看 結果呢 才兩分多鐘就已經炸開了 看起來 因為數量少 不用微波這麼久 這麼大的盒棒 結果微波太久 肉都瘦掉了 縮水了啦 對啊 來吃吃看 好Q喔 好Q喔 很鮮 但是我沒放鹽巴 這還是純質啊 這個吃下去 高鈣 好不好 鈣質很多 可以可以可以 來看到沒有 有沒有 這個盒棒 它營養價值非常高 不是說要先吐沙吐掉 有沒有 來 調味料 這次我準備在微波的時候 下面訂個盤子 至少湯汁滿出來會裝起來 不然微波爐很不好清 我們先微波兩分鐘 測試一下 都還沒有開耶 有一點開了啦 第二回合 再微波兩分鐘 太好了 看一下 微波四分鐘之後 哇 開了沒 有些開了 有些沒開 像這個 這就全開了 有沒有 好鮮喔 好鮮喔 我覺得喔 還沒熟的 等一下我們統一 集合整隊 重新再微波一下 來 鴨子 信息父 得永生 有沒有覺得腳輕輕的 有嗎 看著我的眼睛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自己 騰雲架霧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那個光 看著西夫的眼睛 我跟你講 一日為鴨 終身為鴨 做好鴨子的本分 吃飯睡覺知道嗎 好現在我讓你回歸人間 欸你挫賽了 哈哈哈哈哈哈 隨地大小便 發展 一隻腳拿起來 鴨子 媳婦在講 你有沒有在聽 一日為鴨 終身為鴨 昨天的煩惱 今天要忘記 如果不能忘記 就成為一隻薑母鴨 什麼都不用煩惱 知道嗎 來高粱酒 來一口 那你忘記 昨天的煩惱 這麼快就喝醉了 晚上六點半 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好啦 今天的影片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來南橫公路旅遊的朋友 如果沒有趕上 早上七點 到下午兩點的通行時段 可以在梅山 向陽段的路口 稍坐休息 這裡 停車免費 水測方便 請大家 一定要把垃圾帶走 不要造成清潔人員困擾 希望我們的經驗 對大家有幫助 我是優娘駕駛 我們路上見 掰掰 空中 下午 Justine 閃光